从空中俯瞰 盐湖城坐落在海拔三千多米的瓦萨奇山中 仿佛人世间最宁静的所在 我觉得美国很朴实的 真的包括精神层面 它也不是以精神来很比较平等 这就是我最乐爱美国的一个地方 一百七十年前 一去摩门教徒穿越大半个北国 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山谷亭下脚步 建立起美国中西部第三大城市 十五年前 一个中国人来到这里 从一家中餐馆起步 直至拥有了自己的商业小王国 说老实话 如果用精神来衡量的话 我可能是美国顶尖百分一收入的那一层人 可是由于我们是外来的 那我也只能把自己规划成中产阶级 四十五岁的林庄基 是美国犹他州最大的亚洲餐厅批发公司老板 他的商业小王国 包括一万多平米的仓储空间 一个鸡肉加工厂和二十六部卡车 为周边四个州 六百多家亚洲口味的餐厅 提供生鲜食材和餐厅用品 年营业额超过六千万美元 林庄基的员工们没人知道 二十五年前 他们的中国老板是偷渡来到美国的 那时候 他还是福建长乐县的一个普通农民 长乐 素来就有出洋讨生的传统 而让二十岁的林庄基下定决心铤而走险的 却是一场不大不小的误会 我有个亲戚在福州 当我去管理一个工厂 不知道那一天为什么连环队 还有派出所有检查那个 那就把我抓进去 他觉得好像 你这个是农村户口要赞助证 才能赞助在福州嘛 所以当时我就没有嘛 所以我觉得 好好一年串的这样子事件 好像也为了自己实现自己的理想 能使自己更加的独立 就怀着这个梦想出去 他们来找的时候 都说是做那个豪华游轮来美国 所以我们刚开始离开中国大陆的时候 是做中国的小渔船 然后如果现在福利器 应该是在公海 爬上台湾的渔船 他们以前都是做渔业的 出过海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了 整个船了两百多人 很多人都吐了一塌糊涂 我是一点都不吐了 我记得大概开了两天嘛 他们都不能吃饭了 都吐了 我是吃了很多 然后我就 两天以后我就去问大富嘛 台湾的一个大富说 什么时候换邮轮啊 他一年还很诧异 邮轮 就是这个船开到美国去了 当时我真的有点害怕 我想过我们也毕竟读过书嘛 我想怎么这个船能够开到太平洋去 我记得我到了纽约飞机机场 纳瓜里亚机场 西亚飞机的 我真的很想亲吻一下美国的土地 真的终于到了美国了 这一年是1992年 邮轮机付给舌头的钱总共三万八千美元 小部分借着亲戚朋友 大部分则是高利贷 邮轮机别无选择 唯有咬紧牙关拼命挣钱 在亲戚的帮助下 他在纽约一家中餐馆找到一份后厨打杂的工作 在美国实在是苦 那个宿舍是三四十个人住一起 然后要脑洞 一天要死一个小时的 洗碗啊 炸油锅啊 炒饭啊 什么都做嘛 我记得我剥那个洋葱嘛 洋葱一边流泪 因为洋葱那个辣味会跑到眼睛嘛 一定要剥六包洋葱啊 都没干过出火那么出火 手都划了 第一个月工资才六百五十块钱 这个是剥洋葱吗 去拿它 好 我只是做什么 控制你 我觉得能往够处走嘛 后面就是慢慢的 也不想在厨房里面住嘛 不是说怕辛苦 是想多基础美国人 那个时候因为毕竟高中毕业 再加上年轻 从菜单开始 慢慢慢慢查字典啊 这样子认识的那些英文 辗转换了几家餐厅之后 林壮基终于从后厨走到了前台 很快 他惊喜地发现 自己竟颇有几分经营餐馆的天赋 比如对生意的预测啊 今天要准备多少食材啊 要安排 那个餐馆是非常非常好生意 像mother day就是母亲节那天 做几万块生意 我在那边安排 基本上那天都没有出一点乱子 以前听他们说 这么好的生意都出得很大乱子 就是接不下来的单嘛 两年以后 机会来了 在朋友的介绍下 林壮基再次举债 盘下了一家 由广东人经营多年的中餐外卖店 虽然偷渡欠下的钱还没有还清 林壮基还是决定果断出手 我就当啊 我就当偷渡再偷渡一次啊 我怕什么 我才22岁啊 尽管如此 在跟犹太人房东 续约文面租约时 一无所有的林壮基 还是让他的律师 捏了把汗 你看我们在美国叫做credit 就是信用嘛 都没有 广东一般是不会签给你的 只是那个律师比较同情我 还要跟我讲一下 哎呀 你要跟广东说一下 你在家乡有钱啊 什么可以担保这个富的还住嘛 我就想这个犹太人 也是这么聪明的 我骗什么 我是直接跟 叫那个律师 跟那个广东 我说 我现在卖给我餐馆这个人 广东人嘛 老了 50多岁了 我说我才22岁 我有很多的干净可以帮你 也算帮你打工嘛 我说 我是真的一无所有 我用意去承担这个责任 如果你不用意的话 你就不要租给你了 终于 林壮吉以高于原租金300美元的价格 拿下了这家外卖店 始料不及的是 接手的头三个月 外卖店的生意直线下滑 我做了两三个月以后嘛 我想知道我自己的客人从哪里来 靠着人老我没办法记住我 那个时候餐馆还在亏本的状态下 我花了一两千块 那个时候是比较贵的去 那个广东是286 但是我个人感觉那个电脑 对于我以后的生意 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当年 那台已被丢弃的286电脑 让林壮吉第一次领略到高科技的力量 他把每一位顾客的登门时间 就餐习惯和饮食偏好 通通登记在案 一段时间的研究比对之后 外卖店的改进计划了然于凶 所以后来我就 痛定失痛 全部改了菜单 告诉老外说 你要是中意我就中意 然后第四个月我记得 就有的大概四千块的增长 然后后来每一个月平均 都有五百到一千的生意的增长 第一家外卖店的利润 让林壮吉还清了所有债务 1997年 他和同事福建老乡的女朋友结了婚 随后 顺利拿到绿卡 并加入美国籍 之后又在纽约买下第一栋房子 三个小孩也陆续出生 当年妖不可及的美国梦 逐渐变为现实 林壮吉又开始为自己的人生 规划新的增长 纽约那个时候 对一个人的生活来说 你就觉得有点压迫感 然后金香的过程中间 也遇到一些感觉不合理的地方 所以就想着能不能搬到外州去花展 一个偶然的机会 林壮吉来到位于美国西部腹地的盐湖城 像当年的摩门教首领杨百汉一样 他告诉自己 就是这个地方 2002年 林壮吉举家搬到盐湖城 继续经营中餐厅 然而很快 他又发现了新的商机 因为我当初请一个上海科班出身 我从纽约带过来的一个师傅 可是那个师傅开出来菜单 比如说像雨露 我们想做一个特色的菜 需要雨露 比如说美国人只相信 有一个米粉 有一个面条 其他你要什么面 比如说那个东粉面 什么和粉 他们真的是一概不知的 所以在跟美国的批法公司 就是去order这些货的时候 遇到了很大很大的这个问题 所以就促使到我 一年以后我就转行开这个批法公司 我基本上都是早上很早 第一班的飞机坐到洛杉矶去 然后因为他们都不认识我 那个时候都要我带着支票 甚至是银行本票 就是还不相信支票的 就是个人开的那个支票 还要带着银行本票 跑到那里 我看着他们上货 然后才给他本票 然后就又坐着卡车回来 晚上还要打电话给客服 作为盐护城第一家亚洲食品供应商 公司生意进展之迅猛 让林壮机始料不及 资金缺口急剧凸显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说不好听的话 只知道做生意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银行那里借钱 借十万块钱 就觉得好像应该离错当然能够借到 那个时候也有点职场 银行很体面地聚职了我们 就觉得这个很离谱 林壮机这才发现 做生意这么多年 对于金融 他其实一无所知 就是资本房 不是去看你有多少资产 他是看你 你用这个资产 能够在未来赚多少钱 这是才是最最重要 我们用这很简单的比喻 你用十万块钱 能够赚十万块钱 你的利润率是非常高的 他们用意借钱给你 痛定死痛 林壮机终于意识到 在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自由市场 资本的力量无以伦比 像现在我打开我的电脑 我都会知道 我如何用包装这两个字 买难资本房 所看到我取得的成绩 那这个所有融缩在这里的话 我就觉得是实体 必须跟资本相结合 这个就会以倍数的来成长这个公司 他决定从头学起 玩资本的游戏 电脑又一次帮了大忙 没有这个 我根本是好像一种床 在大海里面转 你根本没有放下 因为有了这种暖景 你会知道成本是多少 你哪里钱花到哪里去 从哪里赚来 都在你心目中 所以你做事不经嘛 我每一天也就在思考着这种科技 对于后面我这个公司的发展 能起多大的作用 所以我在普及的家里也会做那个APP 来实现送货大 它什么最快 直接送大 相加最快 Lubben Lubben 这个是中国的公司 对吗 对 OK 我需要三个公司 今天 无论走到哪里 令壮记都有把握相信 他的商业王国 仍在有条不紊地运转着 我觉得 当一个公司设立好的以后 最大的好处是 你可以支配自己的时间 MING PAO CANADA